林志金的论文到底有没有抄袭呢 在今天上午的10点 他特别召开记者会再次的对外来说明 说明什么呢 他就是原创的 他绝对没有抄袭 开总的秘密 他就跟大家讲了在台大国发所的论文部分呢 题目是他先想的研究大纲呢 也是他先想的设计写作呢 也都是他先想的三个先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这些论文题目都是他想完了 写完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些资料呢 提供给余振皇 所以呢这个文章雷同出自我草稿 相同资料但不同题目 这是我们写错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林志金讲的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就是最根本的源头 是我把资料呢 然后提供了我的学长 让他做参考 然后呢才可以完成他的论文 但是他要讲的 我们是同一个资料 但是是不同的题目 那为什么选上说 错字会一样 等等会一样呢 好 这就是跟他的指导教授有关了 陈平通认为啦 他先昨天啦 先发了这个四千次的声明 他也是要告诉大家 我的学生 我指导的学生林志坚 他完全是没有抄袭的 那为什么大家外界一开始找到的论文 比方说什么错字一样啦 断句一样啦 等等 雷同会这么多 他认为啊 这是基于尊重的态度 因为他曾经在学的时候呢 他们曾经的指导教授 也跟他们讲 如果你要引用别人的什么数据啦 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呢 你就要原封不动地给他贴上去 你不能够自己这一些 用自己的话去编写等等的 这是基于尊重 这是操作模式 那当然啦 研究的对象不同嘛 所以呢 才会有出现一些 你东西不一样 比方说呢 像于正皇呢 他就是研究 林志坚当时在选 新竹市长的时候 他的一些选战的过程 那林志坚呢 同样的一套题目 他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研究的对象是当时 他自己在选举当中 出现了所谓的撒哈兜 有一个杆杆的原理存在 所以与题目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设计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才会出现 所谓大家所讲的 抄袭的风波 但他不认 他认为他就是原创 好 那现在呢 就要交给台大来去处理嘛 那么台大呢 预计两个月之后呢 就会调查清楚 那么这回是谁担任主招呢 就是台大社科院的院长 苏宏达教授 那他发给了全院的一封信 他告诉大家啦 其实呢 他已经伤害到了台大 跟本月的声誉了 所以委员会呢 依法会误网误纵 那这个丑闻呢 也再次提醒 我们必须要诚实 纪律跟荣誉的重要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好 那么对于这个 前台南县长的苏焕志 也是前民进党人呢 他如何看待 林志坚的这个事情 他认为啦 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 已经沦为是 不问是非的邦派化政党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呢 你看用强硬的方式 因为他还是认为嘛 如果他是以中华大学的论文为题目 他说如果你林志坚强调 你的口试呢 是在竹科管理局的这个 发表前结束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是竹科管理局的人 抄你的论文咯 那竹科管理局的教授 等等之类的 是不是应该要受罚 或是应该出面道歉呢 如果按照你说的话 他意思就告诉什么 就是你就是抄袭嘛 但是你们现在就是强硬的态度 要把白的说成是黑的 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反正现在是你们讲话说的算 大意就是这样子 好那林志坚呢 他今天出来呢 先跟大家道个歉 像台大还有中华大生的师生 道个歉 然后再次强调 自己绝对是没有抄袭 那他之所以会跟于正皇提供给他 他只是出于善意的资料提供 我要向我的母校 中华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在这段时间承受不必要的一个责难 和不理性的攻击 我诚挚地表示我的歉意 对我来说 拿出证据 透过证据来说话 而不是随着政治的攻防来起舞 台大论文的部分 我要先澄清 这个硕论 我是原创 没有抄袭 我是原创 绝无抄袭 我的题目 第一 发想在先 这个题目的发想 我是原创 发想在先 第二 研究大纲在先 第三 研究设计的写作 也在先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论文 有很多雷同的部分 就在我刚刚讲的 研究设计的这个部分 好 我再一次强调 发想在先 研究大纲在先 研究设计的写作在先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是原创 我绝无抄袭 这些林志杰的团队 会整之后 我们这些资料 都会提供给台大的 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 社会也会要求 台大伦理审查委员会 的委员们 应该就提出的实质证据 公正客观来检视 还原真相 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你怎么看呢 我们目前聊天室 目前六千多名的网友 蛮多人都写 好像比较认同的是 还是有在抄袭了 好 那你的感觉呢 可能林鸿威议员 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他随即呢 在林志杰开完地址会之后 在脸书po文 他说林志杰 刚才歌只唱了一半 就夸号 爱我的人别紧张 我的固执很善良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这是五月天倔强的歌词 但如果你仔细一看 你会看到 其实倔强歌词的下半句是什么 就是我的手越肮脏 眼神越是发光 这样的比喻 你我自己想一想就好 看看王鸿威 他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才会写出这样的一句话 好 那很多网友就讲了 这句话感觉好像 还蛮贴切的 你认为贴切吗 我们进一步来了解 林志杰今天论文门的记者会 简直是林志杰 抄袭论文的一个犯罪自白 因为林志杰号称 他找到新的市政 去证明他的论文 是比于正皇还要提前写出来 而这个证明 简直是一个大笑话 因为林志杰所谓的新市政 是拿出他跟陈明通 请记住 是包庇林志杰的陈明通之间的一个email 来做所谓的新市政 可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论文的写作从来不会是 你跟老师之间的email 就可以证明你的论文已经完成 所以林志杰的这个所谓新市政 根本不堪一击 而且在整个记者会过程中 讲了这么久 可是林志杰始终不敢去告于正皇 甚至不敢说于正皇是抄袭他的论文 只不过想让于正皇来背黑锅而已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轨迹 所以我也正式向台大来检举 于正皇涉及抄袭论文 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 显然他们要让于正皇硬吞下去 如果台大的整个论文的评审 没有于正皇来做说明的话 那么就想要让林志杰这样的蛮混过关 所以我向台大去检举于正皇涉嫌抄袭 那么于正皇必须出来自己捍卫他的亲语 否则的话于正皇的学历恐怕就要被撤销 那么于正皇是真的能够硬吞的下去吗 好那么对于论文抄袭这件事件 你怎么看呢 来看看民调的部分 第一个Q就是政治人物的学历造假或抄袭 您认为是欺骗吗 认为46.1%的人认为这就是欺骗 但是有48.4%的人认为学历其实还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会做事 这好像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有一点出入 那我们就细看一下啦 认为会做事的人就好 主要他们的投票值都是学历稍微比较低一点的 年纪比较偏大的长辈 那么就46.1%的人认为就是你学历造假 就是欺骗的人 头的族群是学历比较偏高 而且大部分都是你年轻族群居多 好那如果真的有涉嫌到论文抄袭的话呢 抄袭的话呢 谁要负最大的责任呢 大部分的网友都票选了 就是学生自己 第三个问题就是两所大学都要来查林之间的论文 那对此蔡总统说这叫做选举抹黑 您认同吗 不认同的高达58.2% 认同的只有26.7% 您认为这是选举抹黑吗 也欢迎你在聊天室写下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 目前这个两整个的论文门当中呢 应该有三个人嘛 就林之间 陈明通 还有一个于正皇 那现在呢 这两个人都出来了 就差于正皇 于正皇如果出来讲的话 应该整个拼图就可以拼起来了 但是他人在哪里呢 事情发生到现在 好 此次评论员呢 黄阳明告诉大家 新竹市交站的同仁说了 于正皇呢 目前人还是在台湾 但是他也很无奈 他也很怕被找到 所以干脆就不跟外界联络 因为被找到的话 你要叫他说什么 我说是也不是 说不是也不是 他两面都不是人 干脆躲起来好了 好 那么呢 他要来选桃园市议长 林志坚 所以诚信很重要 所以目前呢 就有桃园市议员的参选人呢 在市府前面的一个办公大楼啊 贴出了广告 上面写着什么 抄袭出包 逐科扛 论文出包 台大扛 市政出包 基层扛 这句句呢 都是在酸 但是一挂上去不到24个小时 看板立刻被撤掉 有人就讲了 这该不会是你桃园市政府 有什么小动作吧 不过市府又讲了 这不关我的事 应该是你们 自动大楼的管委会 管委会有出来讲了 他说呢 因为住户有说过了 他们的大楼呢 是不刊登 有关于任何 就是政治敏感的刊版 因此这样子 才被吓掉的 好 那若文文风波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在烧 那这个刚刚好 今天台北市长 柯文哲呢 他跑到新竹去了 回到老家 自然要被问一下啦 他如何来看待 今天早上 林志坚召开的记者会呢 柯文哲是认为啦 听完了林志坚的记者会当中 他还是觉得 他讲的时序 程序 有点乖乖的 因为就主观上来讲 我们当第一顺就觉得 这个实在是 太雷同就很难解释 我倒觉得重点是这样 理论上应该是 他们有什么 辩驳 应该是直接先到 中华大学跟 台湾大学的 论审查委员会去回答嘛 而不是直接在 媒体上借透 我会觉得那个程序有点怪 遇到这种很重大的事故 你就不要急着 一定要赶快去搅带干嘛 就我来讲 我会希望说 我们等调查 西区国康的班 我看 看最后的 final report 再做决定 明通老师来 明通治痛单 要治什么呢 他告诉大家 发了四千字的声明 要告诉所有的人 林志坚就是没有抄袭了 好 我们整理大概十二个点 大致上就是讲 他先 陈明通 因为就2014年 九合一选举当中 他就有关注到 在新竹的选战部分 当时呈现的是撒喀兜 那柯文哲当时会常常来新竹 去帮林志坚站台 他发现有一种 柯文哲的外溢现象 他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陈明通呢 就拿了柯文哲的民调 也找来了林志坚的民调 然后发了一个期刊 就是期刊一发布之后呢 开始这个林志坚要写论文了嘛 他就觉得他对于老师里面 同样这个撒他兜里面的 一个斜杠的角色 非常有兴趣 所以就拿这个题目来写了 那写完之后呢 就发现他的学长 也就是于正皇 他的一开始的论文题目呢 被打枪了 所以陈明通呢 他就跟他讲说 那你不如来研究一下 新竹的选情好了 因为他认为新竹的选情呢 还是有发展性 那你刚刚好 你可以写林志坚这个人 所以呢 就是有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陈明通要告诉大家什么 就是呢 论文的架构 其实是一样的 但他们研究的对象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会有外界 所谓的抄袭风波 他认为这在做操作的手法了 这不叫做所谓的抄袭 大致上 他的研究 他的四千次的通篇呢 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重点内容 有没有 就是没有抄袭的试证 不过呢 话虽然是这样讲的 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像是呢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的张静 他就感叹 学术界呢 应该要维护自身的尊严 不应该呢 开学校的荣誉玩笑 他更进一步的来表示 这个问题 真的应该好好地来查一查 林志坚的论文事件 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关注 尤其在这个选举的季节 但是呢 接受的考验 不光是林志坚本人的诚信 更同时接受考验的 还有包括台湾大学 以及中华大学 两个学府之间 他本身的学术生育 甚至呢 是整个台湾社会 都要受到考验 台湾社会的选民或者民众 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诚信 是不是能够接受 他这个欺骗 撒谎 这个阳光法案 就是害怕说是 这个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 有不正当的财产的来源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 这个这种来路不明的财产 跟来路不明的学位 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要扩大 这个阳光法案 将来所要涵盖的范围 我想整个社会 台湾社会是成熟的 是要进步的 这个诚信 必然是我们所有政治人物之中 我们所期待的 我们希望经过这个整个的事件 让我们的台湾社会 对于政治人物的诚信 要求更高 我们也希望中华大学 跟台湾大学 能够经得起考验 不会姑息这种事情 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而受到伤害 或者会维护哪个政治人物 将自己的学术生育 为之陪葬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保持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 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底